好 那我们今天继续还是性价比这个话题 就是今天就到了最后一期 就是40万元以上 在里面40万元以上的车型我们也拆过很多很多 其实霸辣霸辣手指的将近百万级别的车型 也有过那么几个 当然规则还是相同的 就是总分是按照我们最后的一个总分 就是25%的试价跟75%的拆车 还有就是它的这一个车型的最低的售价 然后我们经过总结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在40万元以上的车型 在我们的所有的拆过的车里面一共有6辆 我们这个车也不算很多 也是一一的跟大家可以挨着个去聊一聊 那第三名 我们还是可以说 从第三名开始聊 那第三名是宝马的540LI 那它的拆车是73分 试价是81分 那它的最后的分数是75分 比如说小伙伴在听啊 就是我刚刚在念这个分数就觉得 哇塞第三名都已经这么这么高的分数了 当然呢 你的车卖多少钱 就的确应该有相应的 你的品质还是你的用料在里面 据说呢 这个还是在我们的评分体系里面呢 依然是非常科学的 以及真实的去表现出来 那宝马540呢 就没有那么多说的啊 的确啊 否则啊 之前驾驶里面 宝马540是一个最好开的车型 那但是呢 这个在最后的综合成绩里面呢 它可能就会稍微差一点 所以说呢 它只是我是拿到了一个第三名 那第二名呢 是特斯拉的Model X 那它的拆车成绩是79分 那它的试驾呢 是76分 最后的成绩成绩是78分 对于一个电车而言啊 的确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那它的拆车成绩里面呢 我记得Model X呢 也是拿到了一席之地 好那接下来呢 就是第一名 那这辆车呢 就是凯迪拉克的CT6 那它的拆车成绩呢 达到了一个84分 试驾达到了76分 它的总分呢 达到了一个82分 也是到现在位置是牢牢的 在我们榜首上的一个车型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 OK 先颁奖啊 凯迪拉克CT6 40万元以上 最具有性价比的车型 那它的分数呢 达到了一个82分 大家可以看到啊 凯迪拉克CT6呢 它的拆车成绩达到了一个84分啊 也许在 大家好像刚刚看到 在拆车里面 没有一项是特别突出的 但是它的平均成绩 它真的就是那么好 大家不信的话呢 可以去我们的公众号 看到下面的文章里面 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表啊 哎呀 真是啊 一生叹气 这么好的车 可惜它卖的不好 好 我们呢 说完了前三名 我们说 倒数三名啊 其实无论是第一名也好 还是最后一名也好 其实相应的啊 还是那句话 豪华车 倒数第三名是奔驰的E320L 那它的拆车成绩呢 是73分 试驾是77分 总分是74分 其实在试驾那辆奔驰的时候啊 其实啊真的 奔驰在开起来 的确没有什么毛病 是不是好车 是辆好车 但它的确啊 没有我印象中 德国车的那种感觉在里面 我更会觉得它 在后面坐着 哎 你找一个司机 在后面坐着呢 一定是更符合这个奔驰的品牌 无论品牌要还是320也好啊 是这个这个级别的车啊 会更体验 也就是它的价值 倒数第二名是宝马的X3 那它的拆车呢 是70分 那它的试驾呢 是75分 总分达到了一个71分 已经它倒数第二名了 所以说大冰块呢 也不再多说什么了 那倒数第一名是谁 就是路虎的星脉 拆车66分 试驾75分 那它最后的总分呢 是69分啊 还是那句话啊 虽然说呢 它是一个倒数第一名的成绩 它依然呢 是一个豪华车的品牌 那的确呢 就像是我在去 拆这辆车的时候说啊 其实你说 是不是好车 也的确是辆好车 你放心 大家放心 到了这个级别 到了这个品牌 没有一辆车 是不好的车 那只不过是谁更好一些 那很遗憾 路虎的星脉 它只不过说是 不够好的那个行列 的确 无论是从你的用料而言 还是你的开起来 当然开起来 我大冰块还是给了一个 非常高的分数 一个达到一个75分 但是拆车的成绩 的确啊 有点那么惨不忍睹 所谓的惨不忍睹 是在这个价格期间里面 低一点惨不忍睹 那可能这辆星脉 除了装逼之外 它真的没有更多的属性 在里面了 那今天呢 关于性价比这个话题呢 今天是最后一期了 但是呢 我们后面还是有 非常精彩的节目呢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 那也是马上就要过年了啊 我们最后呢 还是会跟大家一起去拜个年 好的 那么今天的2017标策大厂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那我们明天的特别策划再见